我們是用遙控器的 改天再加裝一個操控盤 現在是這個七支畫面 比如說我們要看這支一樣可以點這裡 用花鼠一樣可以這樣 最重要是我們這台有在錄影的網 我們要怎麼放影 我們按右鍵 然後它會看到一個叫搜尋設定 搜尋設定 然後按下去 第一次的話它要你操作的話 它要你打入密碼 它的原廠密碼是12 12 3 4 5 6 然後 然後它會問你說 我們一般都是用時間搜尋 時間搜尋一按進去 它會告訴你說 比如說我們今天5號 我們要放5號了 它這個有框起來就是說有錄影資料 這幾天是我們把它關掉的 我們沒有開機 那天這裡也有錄影資料 你要改月的話可以在這邊改 這9月 比如說現在10月 OK 我們比如說我們要放今天的5號 我們點進去 它這裡 剛開始有在錄影 只有那個黃色的 因為我們才剛開機 所以它有錄影資料 它會顯示說 這個叫做裡面有東西 這個叫做裡面有東西 那我們只要 比如說我們要放幾點的 我們只要在這邊選擇就好了 滑鼠去那邊點一下就好了 那我點在這裡我就會開始放 開始放了 現在就開始放了 它放你的時候你也可以選擇說16支 也可以選擇說我要擔一次就好了 OK 它這裡也都有分割模式 或是說你要暫停 OK 你按暫停的話 暫停是這個 這個是慢速放引 2分之1 慢的放引 就剛剛你那天有問我這個問題 暫停的話是這個 這個快速快速 我講錯了 這個才是暫停 暫停的話它畫面就停屬在那裡 它暫停其實它還有一個 我按一個這個好了 OK 它暫停它可以在這裡 它一直 圍格 對圍格 它按一下一直圍格 你手一離開它就停 你懂我的意思嗎 隔放就對了 隔放 這是隔放 這是隔放 這是正常放引 這是隔放 正常放引就好 就好了 它就這樣就放了 我們現在不要放的話 我們就按停字叫 它這個機子 它是你在放引它還是在錄影 它就是它是鬥工的模式 那我們如果直接就只是想要 現在就把這樣的東西勾出去 要怎麼勾 OK 我等一下給你講 喂 你好 隔一座 隔一座 ρο尺 然後 你怎麼勾到